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十几减五四三二 好 下面我们一起先来算一算 看小猴子们在树上摘桃 原来树上有十四个桃子 现在呢 树上还剩下五个桃子 那么问 摘走了多少个桃子呢 我们可以列出算是十四减五 那十四减五怎么计算呢 我们可以把十四个桃子画出来 然后点去五个 划下五个 看看还剩多少个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们看看 还剩九个桃子 所以摘走了九个 你会这种方法了吗 下面呢 就和老师一起来学一学今天的内容吧 我们看一看 十四减五还可以怎样计算呢 第一种方法 想加算减 十四减五等于几呢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 五加上几等于十四呢 我们知道 五加上九等于十四 所以十四减去五等于九 你学会第一种方法了吗 我们再来看一看 第二种方法 连减法 十四减五等几 我们看 我们可以把十四减五 用连减法拆成十四减四再减去一 看下面是十四个点 我们可以先减去四 还剩十 对不对 再用十里面减去一个一 还剩九 同学们 你们会用连减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十四减去四 剩下十再减去一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还可以用破十法 我们可以把十四分成十五和四 看一看 我们先在十里面减去五 还剩下五 再用剩下的五加上四等于九 同学们 你们还记得破十法吗 好 下面呢 让我们一起利用今天所学的真实练一练吧 我们看一看 一共有十一个羽毛球 好 那么 拿出来四个大球 这个桶里面还有多少个羽毛球呢 对 我们可以列出算是十一减四等于几 那如何计算呢 你可以用破十法 把十一分为一和十 先用十减四等于六 再用六加上刚才的一等于七 所以 羽毛球里面还有七个羽毛球 同学们 你们会了吗 我们继续看下面这条题 看 一共有十一根木桩 那大象呢 运走了三根 问还剩几根 我们同样可以列出算是十一减三 运用破十法计算一下吧 把十一分成一和十 再用十减三等于七 再用七加上刚才剩下的一等于八 所以 答还剩八根 你做对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 这里呢 一共有十一根胡萝卜 那小兔子吃了两根 问还剩下几根呢 同样的 我们可以列出算是十一减二等于几 运用破十法来解答一下吧 我们可以把十一拆分成 一和十 先用十去减二等于八 再加上刚才拆出来的一等于九 同学们 你们算对了吗 所以 小兔子吃了两根以后 还剩下九根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你们会用十减减去五 四 三 二了吗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 comunque可以了 吧